主席 和经济发展所做出的出色的服务 在全球范围内所做的出色的服务 尊敬的代表 我们每天都更加清晰地认识到 我们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 另外随着各国的不断发展 对可用的清洁水资源的需求 也与日俱增 我们位于地中海盆地 这个地区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地区 因此我们国家面临着 频繁的和严重的洪水和干旱 我们正在采取果断的措施 以便提高所有部门的用水效率 特别是农业部门 土耳其 现在处于水资源的压力之下 我们正在建立一个流域管理体系 以便合理的管理和综合的管理水资源 以便合理全面的管理水资源 水土壤和环境的可持续利用 我们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 通过洪水风险和干旱管理计划 来确定一些风险的领域 另外我们还继续努力 来建立一个洪灾预测和预警系统 以便能够尽量减少损失 另外基于食用水的农业原则 我们致力于实现保护水资源 确保用水部门之间平衡和均衡水分配的目标 并且我们也制定了部门水分配的计划 在水资源适应气候变化的框架下 我们正在不断地努力 以便致力于实现气候智慧型的水资源管理 和替代性的水资源管理 比如说雨水收集和灰水使用 在今年年初 我们发起了有效用水的运动 以防止在家庭工作场所和工厂的水的滥用 并且建立了适当的基础设施 现代农业的灌溉方式 以便提高公众对土耳其用水的认识 尊敬的代表 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与自然和谐一致 否则我们将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在2030年实现这些目标 因此除了在国家一级采取措施之外 我们还需要在全球范围内采取行动 以便扭转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下降的这个趋势 在这方面 作为2024年第16届 缔约方大会的东道国 我们将非常荣幸地担任 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下一任主席国 我们欢迎为实现与水相关目标 而采取的每一个步骤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我们坚决支持粮农组织的四个更好愿景 即更好的生产 更好的营养 更好的环境 和更好的生活 以及在水的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 关键的牵头的作用 最后我坚信 我们将继续共同努力 加强合作和对话 以确保水资源的可持续管理 和更具韧性的粮食农业体系 谢谢